它就是我剛剛講的 到底兩個品牌 我想要找出到底這兩個產品之間 如果用儀器來測試 那測試結果到底哪一個優哪一個列 哪一個比較穩定 哪一個比較不穩定 比如說同樣的這個零件好了 到底哪個零件它的壽命會是最長的 穩定性最高的 當然這個必須要用科學來驗證 那當然你如果驗證 比如說把它放在機器上面 然後它跑跑跑會有數據 可是這個數據的話 畢竟它會給你一大堆的資料 那如果說你想要比較直覺的 其實還是看什麼 看那個就是圖像的結果 會比較能夠理解 那以這一題來看 他說某科技公司 他會進行兩種商品的那個檢測 然後AB兩種 然後檢測間距最低跟最高 值相同 但間距不同 並且需進行兩次檢測 所以他等於這兩次檢測的結果 然後他希望呢 檢測人員想要依據那個檢測AB牌的檢測 這個分析 他們的穩定度 那必須將兩個品牌繪製在一個圖表內 所以變成說一個 他本來是兩張表 但是他不要放兩張 因為放兩張這樣看不方便 所以希望把兩張表變成一張表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由於間距變形弧度區 均為數值資料 所以需要使用直線的XY散佈圖 所以他這邊要求用一個叫XY的散佈圖 才能發現各品牌在哪個測試會是發生最大的變形 不過他是沒有講什麼東西啦 什麼零件之類的 所以我們只能猜測 所以他這邊的話 有這個所謂的間距跟變形的一個數據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來看一下 所以請各位一樣打開那個 我把這一題先關掉好了 OK 然後我們再開啟那個304這一題 304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我們大概看一下數據啦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然後啟用編輯 那當然你會可以看到 就兩個工作表 那第一個工作表的話呢 A品牌 第二個工作表的話是 B品牌 然後他各測是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這個是第一個是測量間距 第二個 一個是要測量間距 一個叫測試間距 OK 然後呢 這兩個他希望把這兩個A牌跟B品牌 的資料 匯在同一張圖表裡面 而且是要匯製是XY的散佈圖 所以我們看 這個是A的 Ctrl向下 我看一下這個裡面他到402比 然後這個如果Ctrl向下 這個到102 所以其實是測試都應該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什麼測試間距 一個是測量間距 OK 然後他希望把A跟B畫在同一個圖裡面 那該怎麼做啦 那根據 題目的要求 我們就把它的要求逐一來看 那你會看到第三 他總共會有1、2 總共有2 等於是2題啦 剛剛那一題是4個題目 那這題算是稍微 題目比較少一點 那首先的話 他說 繪製圖表於新的工作 所以關鍵喔 剛剛是移動嘛 移到那邊 而且要剪下貼上 但是這裡的話是要新工作表 然後呢 並使用2張工作表作為來源資料喔 那所以呢 我們應該是先做A 再把B放到A裡面去 OK 這樣就比較合理 然後再來的話呢 他要什麼 含有直線的散步圖 然後要套用的是樣式6 喔OK 所以最後的 那個工作感名稱要叫比較圖表 所以呢 關鍵 這個地方含直線的散步圖 然後要套用第6個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當然我們就先把游標先放在A品牌裡面 當然不用選啦 因為他這個我剛剛講過啦 就是 插入圖表的時候 他會自己幫我選那個範圍 所以我選擇什麼 而且 這個Excel裡面的建議圖表 他是建議用用這一個 他有用 他有建議用這一個 所以這個剛好散步圖裡面喔 應該就是這一個啦 不過我們還是切到所有表格來找好了 然後這邊有個散步圖 有沒有 然後 他應該要找的是XY散步圖嘛 這一個 看裡面有沒有特別 含直線的散步圖 所以找到含直線的 這散步圖嘛 那這個是 直線 OK 所以裡面很多個有沒有 什麼 還有帶有平滑線 那其中的話呢 含直線應該是倒數第三個才對 有沒有 含直線這一個 所以你不要選錯了 雖然看起來好像都很接近 但是他要的其實是這一個才是正確 含直線的散步圖 OK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他就會幫我產生一個新的圖表 在這裡 OK 那他其實做了哪些動作 其實你們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含 當然 這個地方不用變更啦 所以剛剛那一題要變更圖表 在這裡不用啦 你不用再按變更圖表 我們直接呢就選那個什麼 選取資料 點一下選取資料之後的話 最重要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這裡 那你會發現喔 他基本上呢 跟剛剛的有點類似 他是把第一品牌 這個喔 這個名稱放在這裡 他的數據就是下面的資料 所以啊 如果你按編輯啊 理論上應該會得到什麼 這個按編輯一下 這個有沒有 這個名稱在這裡 然後他X X指的是他的水平軸在這裡 他的Y軸的話 指在這裡有沒有 OK 所以你大概知道 原來他的數列 那個什麼 數列名稱來自於他的欄位名稱 然後他的X軸的話 來自於這個A欄 然後 記得從A2開始 上面這沒選到 然後有沒有 這邊應該是A2嘛 然後Y的話是他的測試結果 然後把它取消一下 我們不是要變 我主要是要知道說 他到底是怎麼做的 那為什麼要知道怎麼做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把B品牌放進來 所以B品牌的設定方法 也要跟A品牌一模一樣 所以底下的話 等一下會出現什麼 B品牌的第一種測試 跟B品牌的 第一種測試跟第二種測試 要放在下方喔 OK 所以這一題的話 比較難的地方應該在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應該 這個應該 這個已經做 OK了 A品牌OK了 但是B品牌現在沒有出現 所以我們需要把B品牌放進來 那放進來的方法怎麼放 一樣嘛 我剛剛是先編輯他 先知道原來A品牌原來是這樣的方式在新增 所以我們用同樣的方式 就是按新增 一樣他會給三個框框 那我們就按照同樣的方式去把B品牌放進來 那B品牌的數列名稱應該是切到B品牌嘛 然後呢找到什麼呢 上面這個叫B品牌的第一種測試 有沒有這個就是他的數列名稱 那數列X的話是指哪裡 就是他的這個啦 A欄 所以記得喔 要先確定他是不是在A欄 在這個B品牌 所以先點一下B品牌 然後呢 再把游標放在A1上面 Ctrl是不是向下 但是這邊好像有錯誤耶 這邊看一下喔 因為他有時候點下去 他這邊會出現B1 所以顯然這個B1就不對了 所以我再把它重選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會 那直接點這邊好了 點這個A2 他這邊如果出現喔 所以點的時候 你要看一下這邊對不對 等於B品牌金探號 表示在B的工作表 A2 然後呢後面就Ctrl shift向下 然後這樣就OK了 所以可能點的時候 還要稍微看一下他到底對不對 那他一定是等於工作版名稱 跟金探號 然後範圍 如果不對怎麼辦 請你delete掉 重做OK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Y的話呢指的是什麼 這個原來的資料delete掉 Y指的是B品牌 所以這邊啦 這邊是B品牌沒錯 B2 所以選B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好 這樣應該就沒錯了 不對 應該沒錯啦 這個B品牌的B1 然後B品牌的A2到A102 然後B品牌的B2到B10 那沒錯應該OK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這樣子你會發現 B品牌的資料就會加到底下了 這個第一種測試嘛 那同樣的方式要加第二種測試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加第二種測試 你可以模仿 A品牌的第二種測試 編輯一下 一樣嘛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那這個的話就A品牌的A2到最下面 這個是A2 應該是C2到C的最下面 所以模仿這個方式 我們再新增一個 等於是新增B品牌的第一個 B品牌第二個 OK 剛剛B品牌那個 跑掉了 我看再選一下 所以 新增 OK 再做一次好了 B品牌 B1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往Ctrl Shift向下 然後這邊的話呢 一樣喔 就是把這個選擇 C Ctrl Shift向下 不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B喔 我選錯了 選錯了 再點一下 對可以喔 Ctrl Shift向下 因為我剛剛那個跑掉了 我剛剛按確定 他這個OK 再按新增 再新增 B品牌的 第二個項目 這個 第二種測試 然後他XO一定是A欄 A2 Ctrl Shift向下 那Y軸的話呢 是C Ctrl Shift向下 C2到C102按確定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就會有 總共有四個項目了 那這樣就對了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將來 B品牌的部分 一定要把它再加進來 這個變成要手動的 他因為他沒有辦法跨兩個工作表 取得資料 所以他變成說你A品牌先做 做完之後再把B品牌的資料加進來 那加的方式 你可以模仿那個A品牌的方式加 然後按確定之後喔 這樣子 就會看到這個圖表了 那一樣我們把這個圖表怎麼樣 移動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名稱的話呢 根據這個題目要求叫比較圖表 比較圖表 所以把名稱打一下 比較圖表 好按確定 OK 好 這樣子 他就會幫我把它移動到比較 這個新增工作表他移到最前面 等於最左邊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要把 還有一個樣式好像還沒加 所以樣式6 樣式怎麼加呢 上面不是有樣式嗎 123456應該這一個啦 樣式6 對沒錯 點一下 那看到的話應該就是黑色的底 那顏色的話呢 變成說他這樣會比較明顯 記得是第六個 然後底下的話呢 資料數列依序為 A品牌第一種測試 那這個其實指的就是我剛剛講的啦 就是 選取資料 有沒有 第一種測試這沒錯 第二種測試 然後B品牌第一種測試 B品牌第二種測試 那按照題目要的啦 這個應該就沒問題 所以 那個 依序的話 就是這樣子就可以把這個 304的第一題給完成 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個可能比較麻煩就是 後面這邊資料數列怎麼新增進來 當然如果你出錯的話 比如說這個圖畫的好像怪怪的 怎麼辦 我是建議你可能要把B品牌再移除掉 重新再加加加看吧 OK 不然的話這個 另外如果考試的時候 假如說你做 太多錯誤 倒不如建議 你把這個檔案關掉 不要存檔 重新再 因為你如果做他的錯誤 他存進去的話 會影響將來的評分喔 他可能 因為你做錯的動作 會記錄在ESEL裡面 所以有些 你看他現在是通通錯太離譜了 那乾脆關掉 不要存檔 重新再來 可能會比較沒問題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這個 304的第一小題 待會兒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那個 304的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要做什麼 他就是要把那個比較圖表 剛剛那個圖表的工作表 包含就是設定標題資訊 標題 所以要打這幾個字 蠻長的一串字 A 與 B品牌 執行兩種儀器測 檢測結果比較圖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算價錢 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